藍色寶石捷被拖出巷弄 准备上桥 但下一秒 寶石捷当一声 竟然摔下来 驾驶崩溃了 拖掉车驾驶一路惨叫 无法阻止眼前发生的惨案 只见寶石捷一路向前滑行 把耗质感给撞坏 明显车体受损 后方双载骑士面面相驱 这下陪惨了 美丽的车身前档却撞成碎片 惨不忍睹 仔细看前方保险桿 方向灯叶子板都有损坏 烤气也刮伤 原厂维修要30万起跳 车主气炸了 买来的中古宝石捷997GT2 7月25日当天 零停黄线却被拖走 拦截车追上去 发现爱车受损 拖掉厂态度却很恶劣 求证拖掉厂 对方承认因为挂钩不明松脱 才会导致意外发生 也已经将车送厂维修 车主当天赶着出国 一颗心却悬在国内 自己爱车被这样糟蹋 谁能受得了 记者杨周盛黄红轩采访报道